请问一下黄主委 黄天慕主委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最后研发成呆账 或者是说这中间是不是有人谋不张 违法放贷等等 当然金管会也要去查 现在也有去金检 其实后面就有很多人在质疑说 是怎么样的背景 可以这样子让我们六家公股银行 都无担保放款 那同时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当初这个论影案 远航案 也是一样的状况 造成了违法放贷的呆账 一个庆付案 有28亿的呆账 一个远航案 有22.5亿的呆账 当初放款的这些人 廖称昌啊 土银的黄伯川的陈世青 何库啊等等 有任何一个人受到惩处吗 应该后来有的人职务上有调整 都有 职务调整还升官啊 对啊 还升官啊 廖称昌董事长后来还这个 庆夫案远航案还升官成为董事长 大家也就质疑啊 这就是职务的调整吗 我的问题是四方的当下 这些人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 也没有 钢厂被要求解职 经管会没有依照我们相关的银行法去要求解职 还让他们高升 然后还让他们可以平安退休 而这么违法放在的市政在法院都被起诉 非常的明确 可是经常会却没做任何的处理 除了干什么今天大家会质疑说 是不是我们的公股行库 这样子违法放贷 也都没了没劲 继续退收继续领高薪 是这样吗 大委员不论是公股或是民营 任何比方受性来讲 它是一个自负风险 可是如果有一些异常的中间流程 有些问题我们在精简或是长河过程中还是会苛责的 对所以大家就会拿庆赋案跟远航案来做比较 这么一个明确违法的放贷案 却没有任何的惩处 那更何况今天的这些案子 其他案子你都有话可说 人家大国巴黎银行都无担保 能凭什么要求等等 但是问题是45亿就放白花花的 没有任何担保就带出去 刚才部长给您报告目前缴席还正常 而且他们请律师去做对方债权债务的协商 那这个事情我们也会去了解 我们从以前的例子到现在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金管会 我们相关的单位 对于我们的公股银行 类似这样子的放贷 尤其是违法放贷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行括董事长或相关的人员 是不是应该要连带的做惩处 有相关的这些处罚 让大家能够看到说 这样子的违法犯贷是要负相关的责任的 而不是说违法犯贷之后 还能够继续高升继续领退休金 安然无恙 那这样当然大家不会怕继续坐在这里啊 反正大家就是打官腔 但是问题是钱是全民的纳税钱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能接受的是这样 我们还是希望金管会能够硬起来相关该层处 该经检该依法办的绝对要做 否则主委也是有责任 这是不是也有徒利或其他的这种放纵的行为 我是觉得说主委你要去依法执行 我认为你指示的事项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谢谢 谢谢